我覺得跟你懷孕有關係耶 你現在瘋狂的大暴鬥 對 就是 我暴鬥這樣子 屁股先收起來嘛 然後這個按鈕按下去 很帥很帥 可以生第二個 我先腿軟了 好啦 跟大家打招呼一下啦 哈囉 大家平安 我是阿康老婆Ruthy 嗨 大家平安 我是阿康 今天呢 大家看手上兩本東西 應該知道這是什麼啦 終於 我們拍了這麼多 帶老婆生小孩企劃 終於 終於 也沒有終於 就三級就生了 我就問 當爸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必須跟大家講 哪些死小孩跟你講說 我知道爸媽真的很辛苦 我也會笑聲爸媽 當你沒有當爸媽的時候 你永遠不懂爸媽很辛苦 來跟大家講 等一下 你在辛苦什麼 吐都是在我吐 你在辛苦什麼 他呢 他基本上是照三餐在吐 反正懷孕到現在 我大概是第三個月 一開始就只有很作惡 肝偶 然後到現在是正值我吐的巔峰時期 他會吐那個膽汁 就吐得很痛苦 再加上他本身又有腳中性抗靜嘛 半夜都很難睡覺 心跳都很快 因為我們今天要去台北看 銀耳車 對 為什麼要跑到台北看銀耳車 就是 小孩都還沒正式孵出來 就在想這些東西 反正呢 今天我就是硬撐著起來去化妝的 因為我現在 真的很不舒服 大家應該也有宿醉的情況過吧 就是你Always那種宿醉想吐的感覺 然後你吃完又要吐 所以媽媽真的很辛苦 我買了再多東西都沒有用 像他懷孕第一個月 我光是買一些有點沒有的東西 至少花了快兩萬塊吧 所以難怪現在真的都沒有人想要生小孩 欸但是我有認識過那種什麼都不吃的 他也是健康的生孩子啊 他真的是體質 主的恩典好不好 香腸的恩典 一般人真的可能沒有那麼多恩典 像我以前啊 我第一個有錢 我一定會想說我可能要買什麼手機啊 買什麼配件啊 3C產品 但現在不是喔 所以呢 今天我們就是要北上 那順便記錄一下我們這個懷孕的流程 也不是懷孕的流程 懷孕的流程 我們自己知道就好了 我們今天呢就是去北上 看看新發表嬰兒車到底厲害的點在哪裡啦 好啦 那我們現在去台北去幫寶寶看一下我們的嬰兒車 然後希望我這路上不要一直吐 準備了四個袋子 就是因為我現在就是 真的是像廢人一樣都躺在床上 沒有辦法覺得我都很廢在那邊 我覺得很合理耶 孕婦就是這樣 而且廢到我有時候躺著會覺得很心虛 看到他們忙都忙戲又要工作 而且是我又無能為力真的很不舒服 我的經濟只有放在刷牙吃飯跟洗澡 太不舒服就沒辦法洗澡 但是我沒有出去啊 我就在家裡 沒關係 其實孕婦好不好 而且我還有公德心 就是只要我不洗澡 我就是自己睡客房 我怕了 他會覺得我很髒 不會 我不會 為什麼可能會洗 但我自己覺得很沒有公德行 然後就算了啦 我自己睡客房 髒髒的就睡了 好啦那各位 我們現在是已經到華山新品MISA手推車的發表 我覺得還蠻興奮的 而且他的步子還蠻隆重的 所以我剛剛一進來的時候 就是有點 也不是排氣 就是有點小怪 就是我竟然要 我覺得人當爸媽一定是這樣子 就是初為人母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了 他新的嬰兒推車的發表會 那來評估一下 未來我們牌子生出來之後 我們在買嬰兒推車 我們應該注意到哪些事情 所以你有研究就是了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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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重點 等一下產品發表完之後 我再跟你講 選嬰兒推車 大家應該注意到哪些重點 那但是我是很不禁責的媽媽 就是孩子都沒有生出來 就沒有在什麼研究 但畢竟我們就還是一個新手爸媽 如果各位你們對嬰兒推車 有什麼特別其他的想法 這時候媽媽媽就一刷一大牌留言給你 他們就在講這個了 所以那也很其他影片下面 會有很多媽媽一起來分享 他們對嬰兒推車的心得 來這個媽媽現在在補妝 我跟你說 因為我最近真的是很懶得保養 所以嘴巴都超乾的 我連我擦護神膏都不小 我覺得跟你懷孕有關係 現在瘋狂的大暴鬥 我抱著跟你屁事 也是跟我屁事啊 是因為我 你才會懷孕啊 是你沒有資格去評論 我有沒有兜兜這件事 好 再回過來 超方便 好像很順耶 好 這樣壓 你要想看裡面有寶寶的重量嗎 等一下 我剛剛說太粗魯了 右邊再過來等 可以了下來 可以可以 一般不會把寶寶放裡面用好嗎 是吧 可以把寶寶放裡面用嗎 不行啊 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們玩看 這裡嗎 輕鬆的啦 是不是很好握 就是它那個卡榫是有點順向的 它不是單純就是只會開關讓你壓下去而已 軌道的感覺做得很明確 所以你在換前後的時候啊 非常非常的好換 就它了好不好 小孩伸出來就它了 就它了 好推喔 但是很穩耶 很避震的感覺 那這位媽媽以後小孩都給你推囉 你敢講這種話啊 是這個 它是換這個嗎 對對對 這個剛才是我們可以前後 前後嘛 那它是額外的一個配件 可以直接變成一個睡箱 所以就是換這個上面的這個 對對對 對於我們這種3C控來講 肯定是要買它的 你的身高這一段可以嗎 然後三段這是第二段 對 然後這第三段 你的身高這一段可以嗎 這可以啊 我好像這一段比較剛好 第二段嗎 對因為這一段就是我會覺得我這裡有點卡卡的 不對不對這段才是最好的 這樣我的手才能得到完整的伸展 所以這一點很重要 如果一台推車 你是爸爸媽媽都會輪流推的話 把手能不能伸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爸爸媽媽的手基本上應該不會一樣 可以Hold住他嗎 我說我的孩子喔 你最好是這樣玩 他是按哪邊啊 這樣子 然後記得要踩煞車好不好 這裡煞車好不好 不要讓孩子亂跑 你很危險耶 你這個爸爸 熟能生強嘛 畢竟也是第一次當爸爸 然後下坡 我的孩子 然後再來你看走坑坑路道 我在測試它好不好推好不好 其實各個角度都很好推很好轉 很順對不對 超順 如果今天這台推車不好推 不好意思這台推車就不要買 不管這台推車做得多漂亮 它號稱有多安全 它這台車價格有多棒 但是它只要不好推 那不好意思這台推車就淘汰了 不然你買一台 不好推的推車真的對父母是一種額外的折磨 這樣子往上搬 對嘛這樣才對嘛 你嫁個媽媽一樣 可以當爸爸了 那展開 展開直接這樣嗎 兩邊指甲 指甲展開 喔指甲展開 可以 指甲展開就好了 再一次 可以嗎 可以可以 不然我不敢生耶 可以好啊 可以 好來 屁股先收起來嘛 對 然後這個按鈕按下去 哎呦 帥帥帥帥帥帥 很帥很帥 可以升第二個 升第二個我先腿軟 孩子先坐 而且它的卡榫都很好用對不對 對 而且它有那種順向的滾道感 夠扎實 對 而且在它我們剛才這邊推真的非常非常的順 我覺得光是兩點就可以買了 更何況它本身呢 還有針對孩子頸部啊 怕有血頸症 還有再加上它本來這台車又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再加上又符合這麼多的配件 還有睡箱模式等等 我真的覺得這是一台完美的推車吧 新手爸媽就這台了對不對 就不用想太多了 一台打到底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想 所以我們就是 讓我們輕鬆一點的 對 真的就它 對 真的就它 那它這兩件顏色啊 它不是只有一個顏色區的而已 它有高低差 它有差一點點我高低管 它是可以稍微往後仰一點點 保持它的氣管暢通啊 而且它也讓它比較不會有緊斜症 來我跟大家講 這台車呢真的是超級超級完美 我們從爸媽媽的角度來講 第一個它就是非常非常的好推 不管任何地面都非常好推 你看我們剛才去外面 那個不平的那種柏油路啊 坑坑洞洞都可以 那還有呢 就是它非常非常的好收 我們剛才外面呢 也實際測試了它的收納的方式 都是直接一手很順向的 就收起來跟展開 然後再來呢 大家可以發現 它算是非常非常穩固 因為我們在選嬰兒推車 有一個很重要的卡文道的重點 就是說如果今天這台車是空車 寶寶沒有睡在裡面的話 如果我們有放東西 它又不會倒塌 那以KIKO這台MISA 它算是非常非常常的穩固 它會不會說 你一把寶寶抱起來那一刻 整台推車就倒塌 這台MISA是不會發生這個狀況的 那除了FOR爸媽以外呢 對於小孩來講 它又是非常舒服的設計 比方說它一個KUSHU HARD 讓它呢 能夠有一個很舒適的躺服角度 讓它可以保持它呼吸到暢通啊 也可以避免有任何的邪警症 所以我會覺得 不管今天這台車 你是要給小朋友 還是要給爸媽的 它都算是一台完美的推車 因為我們今天買一台推車 最重要就是一定要考量到小朋友以外 還要考量到爸媽嘛 那既然這台推車 都已經爸媽小朋友都完美的顧慮到了 我是真的覺得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新手爸媽 算是完全不用考慮啊 就是它就對了 而且外觀又那麼好看 你看了那麼多不同的顏色 好我問你 那你今天如果是你最喜歡哪個顏色 我最喜歡那個米色那個吧 對剛剛有一個米色 杏色之類的 我喜歡那個 就是羅馬格文的那種顏色 你這台很喜歡滑翹 你說這台嗎 對對對我喜歡這台 那你覺得這台可以嗎 你說滑翅嗎 滑翅不行嗎 好啦好啦那依你好不好 老婆說什麼就是對了 Happy wife happy life 這句話大家一定要記得 好啦那老婆 我們今天一整天 等一下 等一下就出現一顆頭耶 這樣可以嗎 至少讓我上半生要出現吧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問你 今天來到Kiko 她的Misa發表會 你覺得還滿滿意嗎 我覺得還滿意啊 第一次有這樣的體驗是很棒的 對啊 因為其實像我們之前啊 有玩過親戚朋友的小孩 甚至是自己的弟妹 並沒有真的當成爸媽 我們對於選嬰兒推車啊 到今天才學習到很多很多的課題 總結來講的 Ikiko的Misa這一台呢 我真的覺得算是一台無死角的嬰兒推車 不管是佛爸媽 佛寶寶本身呢 我覺得都是非常非常的棒 你喜歡就很好啊 我就講了嘛 就推的人是你啊 推的人開心就OK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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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是不會推就 是不會啊 這樣你一定會懂我的話嗎 我剛剛講的很明顯吧 好啦反正呢 如果大家如果你本身呢 那也是一個爸媽或者新手爸媽的話 我是認為Kiko這台Misa呢 是可以好好參考一下 一台嬰兒推車啦 那跟大家做個結尾囉 最重要的是 要去訂閱阿康 打開小鈴鐺 才能收到未來 更多關於小朋友啊 更多關於3C產品 更多關於特斯道相關知識的影片啊 我們路線的越來越廣了 我看你快吐了 趕快跟大家說 真的 好 那我們下次一天見 拜拜 拜拜